香港青年走在最前 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眼 最近在印度中央帮 有几个村庄因为开设一些小偷学校 而引起了很多的热议 究竟这些小偷学校是如何营运 为什么父母又肯让自己的小朋友 去到这些小偷学校读书呢? 我们回来就一一来拆解一下 最近我们国内有一款游戏 非常火热 名字叫做黑神玩悟空 究竟黑神玩悟空有什么吸引呢? 而这款游戏这么受欢迎 又说明了什么呢? 在印度的偏远地区 这里开设了一所小偷学校 本来我想邀请King Sir 钟景辉 来报道这宗新闻 但是想一想一想 最初看到这宗新闻 我想很多人都会笑出来 这个世界竟然有扮学的 是扮小偷学校 究竟社会道德淪亡到什么程度呢? 但是想一想 这种教人做小偷的学校 对社会的祸害 可以说到是十分之大的 究竟这些小偷学校 又是什么来头呢? 我们今天就来讲一下 最近在印度的中央帮 有一间学校非常火热 这间学校 它的校网涵盖中央帮里面的三条村庄 而学位方面 更加是一位难求 那究竟这所学校 是做什么呢? 它就是小偷学校 叫做小偷学校 当然 就是教人怎样去做小偷 所以这间学校里面的课程 主要都是环绕 怎样做小偷来设计的 但是若然要为这间学校 去定义为 究竟是一间什么学校的话 就有点困难了 因为本身 要训练一个小朋友 要做小偷或者扒手的话 对他的体能要求 一定是非常之高的 但是我们又不可以叫他 做一间体校 不过这间印度学校 是教小朋友做小偷的嘛 那做小偷的目的 都是想他找到钱而已 既然和钱有关 那又可不可以叫他做商科呢? 我想叫做商科的话 都是牵强了一点点的 不过背后的办学团体 就有可能会被商业罪案 调查科去调查了 若然他是开在香港的话 因为这间小偷学校 其实就不是一些正常人来办学的 因为他的办学团体 其实就是印度中央帮里面的一些 一些帮回 那很明显 就是一些黑学势力 透过扮这些 地下的培训学校 为他们的帮派 去培养一些骨幹人士 但是不要想着这样 就不用交学费了 其实天下之大 但是全世界的父母 都很想自己的子女可以出人头地 我们中国人 当然想子女多读书 望子成龙 在印度的社会 尤其是这麽偏僻的村庄 那里的父母也希望自己的子女 有朝一日可以出人头地 而他们对出人头地的理解 就不是像我们那样 想子女去做正事 只要他们长大之后 能够赚到钱 无论是用什麽办法 可以养得起头家 就已经可以了 那所以 当地的父母都不惜一切 就算这个小偷学校的学费 是高达二三十万劳报 他们都会送子女去读的 那二三十万的劳报 换成港币的话 大概就是17000到25000左右的 那有些朋友可能一看这个价钱 那些父母也挺有钱的 又说印度的偏僻地区很穷的 但大家不要这样以为 他们有很多的父母 未必可以拿出这二三十万的劳报 给他们的子女去读小偷学校 如果他们不够钱去读的话 不要紧 先站住 因为当他们送子女去读这些小偷学校的时候 这些小偷学校 除了教会他们做小偷的知识 还会给大量的实习机会给他们 但是当然了 这些入读小偷学校的小朋友 他们在实习时候所找到的钱财 就会归这间学校所有 学校都会在那些钱里面 扣除了学费 会给一定的报酬 那些入读这间小偷学校的小朋友的父母 这间学校读到什么时候 那些小朋友才可以毕业呢? 有一个例子 就是一位十二岁的青少年 被他的父母送到这些小偷学校那里 就会一直在读书和实习 直到成年为止的 那我们计算时间的话 那就是大概 这间小偷学校就读六年左右了 那就是等同现在我们香港的一个 全日制的中学课程来的了 当他们在这些小偷学校那里不准业之后 就会进入到社会大学 而对于这样的小偷学校 警察也非常难介入 因为刚才跟大家说了 这间小偷学校校网涵盖三个村庄 而这三条村庄里面 所有的村民都以自己的小朋友 进入这间小偷学校为荣 据问印度当地的警方 在查获这间小偷学校的时候就发现 在他们查获的超过三百个小偷学校 都是和这三条村庄这间小偷学校有关的 所以这间小偷学校在当地来说 都可以说到是徒里满门 但无论这间小偷学校 它之后的命运是如何 会不会被当地的警方 是令它关闭 以及捉了它背后刑办的人士也好 其实 社会上出现一间这样的学校 都可以说得上是道德伦亡 因为在青少年的时期 正正是大家 吸收知识养分最好的时期 但是偏偏在这个时期 当地的青少年以及儿童 没有足够的教育资源 让他们成为社会上有贡献的人士之余 反而还要教这些青少年人 如何出来破坏社会的秩序 那么印度这个国家又怎样可能 步入一个文明大国的行列呢? 而且近这十年 大家经常都会听到西方的媒体 抹黑我们中国 抹黑我们说我们强迫别人劳动 又用一些假的证据 就说我们 迫害某些少数民族 这类型抹黑中国的报导 时常都会在西方媒体里 报导出来的 还说到言之作作的 但是面对印度这种找到真凭实据 证实他们是在损害人权 损害西方的权益的时候 偏偏就没有一些外国的媒体去报导 更加就不会 当印度的领导人去到外国访问的时候 就对印度的总理就说 我们要关注印度那些小偷学校的问题 可想而知 那些抹黑我们中国 经常说我们是中国侵犯人权的国家 他们要关心的根本就不是人权的问题 他们关心的就是怎么可以抹黑我们中国 阻碍我们中国的发展 今次我们报导这个印度的小偷学校 我相信都不是冰山一角 因为同样的情况 肯定在印度的其他地方都有发生的 看怕未来 印度就不止是一个强女女女的大国 再这样下去 还将会成为一个小偷大国 最近有一款我们国内的游戏 就成为了大家茶余饭后的话题 游戏名叫做黑神话吴空 现在这款游戏的火热程度 直接是连外交部 出来做新闻发布的时候 都被外国记者问到 怎么看这款游戏呢? 我们从新闻上可以看到 外交部发言人毛姐就说了 听过名字呢?这款游戏的题材 都是取自于我们中国的四大名著之一 西游记的 也反映了我们中国文化的吸引力的 首先我们可以肯定的 就是这款游戏背后的故事取材 是我们中国的四大名著西游记 而当这款游戏暢销全世界的时候 当大家未去下载这款游戏 未去试玩的时候已经知道 它是和西游记里面的角色有关 尤其是它的游戏名叫吴空 不多不少 吴空这个角色 就是吸引着港大的民众 慕名而来的了 至于游戏有多好玩呢? 我就初步了解过 首先在游戏的世界里面 以往我们很少有国内的游戏 可以畅销全世界的 而且今次黑神玩吴空的这款游戏 它是属于单机游戏的类别 在游戏的世界里面本身 单机游戏所占的份额是非常高的 但是我们随着网络的发达 这十几二十年以来 游戏的市场已经由单机游戏 过到移动游戏为主 因为现时每个人都有移动电话 所以在手机里面玩移动游戏 是非常方便 可以去到哪里就去到哪里 但也无了黑神玩吴空的这款游戏 是畅销全球 根据很多玩家的评语 没玩之前很多人都看过 这个游戏里面的画面 觉得里面的CG效果 是做得非常漂亮 游戏里面的人物 做得栩栩如生 而且游戏正在进行的时候 在那个三维的空间里面 是做得非常有动感 与过往的国产游戏来比 是真实很多的 再说它里面的玩法 大家可能以往在玩游戏里面 都会玩过一些日本游戏 因为日本游戏也曾经风魔全球 其中有一只叫三角无双 当然这款日本游戏 亦是取材自我们中国四大明珠之一的三角演义 黑神玩吴空和三角无双的女别有点相似 都是以第一身的角色一路走一路打 一路过五关斩六仗 对于这种玩法的游戏 有很多玩家就会觉得 比起很多连线的游戏 在连线的游戏里面 大家都是一个游戏里面的其中一个角色 不过这个单机游戏里面 每个人都可能是这个故事里面的主角 挑战性和体验感是大很多的 另外我们继续说回文化的输出 刚才我就拿了三角无双为例了 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输出 不过就不是本地的游戏公司制作 而是外国拿了我们的故事 但这次不同 这次是我们自己中国的游戏制造商 用我们自己中国的文学著作 来到结合成一个游戏去推出 透过玩游戏的乐趣 亦都可以给世界各地的人 就可以了解到西游戏这个著作里面的其他元素 亦都是对我们中国文化走到海外来说 是一个非常好的桥梁 所以透过今次黑神玩悟空的成功 我们是非常期待往后 可以有更多的中国文化 结合到科技的领域 无论是用游戏的形式 又或者是电影电视的形式 就走到全世界 让外国的人 可以多了解我们中国的文化 今天我们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们香港青年的频道 拜拜